大家好,我是莎拉,欢迎关注莎拉养花 最近的天气越来越热了,好多的garden都已经开始打折了 但是打折归打折,还是陆陆续续的有一些新的花卉在上架 我们面前的这些花卉都是非常耐寒的多年生植物,也是今天刚上架的 我们先来看这个白色的小花,它叫Share,雪儿,非常好听的名字 花如其名,它的花瓣非常的纤细柔软 略带卷曲的花瓣,使得它的花形也更加的精致可爱 我们来看一下标签,它的全名是Sweet Dizzy Share 它属于Shasta Dizzy的一种 它可以耐寒到零下40度,还是非常耐寒的 它在中三的地区也可以安全过冬 这个小厨局不光它的花形很美,它的花期也很长 从每年的6月份一直开花,会开到9月份 它不但花期长,开花量也很大 植株通常比较紧凑整洁,不容易倒幅 它植株的高度一般会在25公分左右 这边的这些小厨局,大部分的花苞还没有打开 现在开放的只是一小部分 这个花色真的好干净,白色的花瓣配上亮黄色的花蕊 使得整个花朵看起来非常的清秀 这个小厨局想让它多开花,开花量大 就是每次当我们发现整体的花朵观赏性开始下降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及时的给它进行修剪了 这样做不但可以缩短它的御花期 使它下一轮的花早点到来 还可以促使它有更大的开花量 这个小厨局很容易吸引来蜂鸟和蝴蝶 而且它对兔子和鹿有一定的抵抗力 它比较喜欢光照充足的环境 在光照充足的情况下,它的开花效果往往是最好的 在白色小厨局的旁边是这个非常美的红色小花 它们现在基本上都还处于一个含苞待放的状态 都还没有开花 这个红色小花它叫Red Reading Hood 它是Bear Town的一种 它可以呐含到零下34度 在Zone 4的地区也可以安全过冬 这个花的花形也很美 它像是一串串的喇叭花 它是蜂鸟的最爱 而且它对鹿和兔子也有一定的抵抗力 这个花也是比较喜欢全日照的环境 它还有一定的耐旱性 在这边找到一颗已经开花的 但是花苞还没有完全打开 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它的花形和花色 它的花色有点偏珊瑚色 并不是比较常见的大红色 它开花的顺序也是从花碎的底部 向花碎的顶端逐渐开放 它不但耐寒而且非常的抗旱 所以很适合种在岩石花园 这个花的高度会在50到60公分之间 它鲜艳的花色是非常适合种在花园的边界地带的 由于它比较抗旱、耐热 所以也非常适合种在比较炎热、干燥的地区 这是一款非常低维护的草本花卉 几乎不需要维护 特别适合新入园艺的花友 因为它是由北美本土的野花、杂交培育出来的品种 所以是非常适合在北美地区种植的 今天分享的这两个品种 由于是刚上架的 所以价钱还没有标出来 如果有感兴趣的花友 可以去家附近的店看一看 那今天咱们就先说这么多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也欢迎大家搜索沙拉养花 观看我更多视频 谢谢大家